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射窗口的前沿是当地上午7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21点 后沿据说是北京时间21点20分 也就是说这个发射窗口只有20分钟的时间 SpaceOS公司声称会在发射前半小时开始直播 不过我从被于德州伯卡奇卡兴建发射现场的状况来看 发射大概率还是会被推迟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请大家现在看一下屏幕 这张屏幕拍摄于北京时间17日17点48分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兴建飞船还没有与超级重型助推器进行对接 一般来讲 飞船与助推器对接前需要完成的工作 包括发射场的全面检查 加注系统的全面检查 助推器的全面检查 兴建飞船的全面检查 飞船与助推器对接后 还需要对整个兴建组合体进行检查 包括各种电器设备和加注管路的连接 另外在发射前还需要进行推进器的加注等等 在这儿呢 我正好就给大家讲个小tip 大家看到火箭发射前 舰体周围会有大量的白色的气体 其实这不是真的在进行大量的加注 这个时候加注的工作呢 就应该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实际上呢 是在进行推进器的补加 由于大多数液体火箭都使用的是低温推进器 比如液氢 液氧 等等等等 而火箭推进器的助箱呢 保温性能又很差 就会不断的有推进器进行挥发 因此就需要不断的对推进器进行补充 直到火箭起飞为止 在补充推进器的时候 补充的量一般会多于挥发的量 多出的部分呢 就会通过安全阀排放到大气中 这样呢 就形成我们看到的白气了 有点扯远了 其实呢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燃料加注是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的 特别是大家不要忘记 星剑组合体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的燃料有3300吨 这么大量的推进器 加注的时间估计也会很长 总之 星剑想要发射 还需要有很多的工作 我有点怀疑SpaceX公司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 不过 就在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又传来了新的消息 由于山科多出现问题 星剑的第二次发射时间又推迟到了当地时间18日23点54分46秒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9日13点54分46秒 不过 值得安慰的是 大约在北京时间22点左右 星剑飞船终于开始和超级重型助推器进行对接了 这个对接的机械部分的工作呢 大概是在23点05分左右完成了 看来SpaceX公司已经解决了山科多的问题 因此呢 就开始了后续的对接的工作 同时 从视频上看 星剑飞船的第二次发射时间 又被调回了18日的21点 参考上次星剑首飞时发射时间的不断的变化 我觉得这次咱们还是搬好板凳坐着 敬后加音吧 回到我今天想和大家聊的问题 今天我其实是想和大家聊聊 星剑真的是当前殖民火星的最佳选择吗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人类社会此前最重要的一项殖民 殖民美洲的过程 美洲的殖民过程很可能能够为我们外星殖民提供一定的参考 从美洲发现开始到第一个美洲殖民地的建立 先后经历了这样的几个阶段 首先呢 就是美洲的发现 以及最初的勘测 哥伦布是在1492年首次抵达美洲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呢 是由三条船组成的 分别是排水量100吨左右的圣马迪亚号 以及排水量50吨左右的努尼奥号和比因塔号 哥伦布这次旅行的人数呢 大约是90人 他从1492年到1504年多次抵达美洲 探索了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的一些岛屿 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都没有意识到他发现的是一个新大陆 而第一个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呢 是要到了1519年或者1521年 1519年 西班牙的爱尔南科尔特斯率领探险队 抵达现在的墨西哥 与当地的阿斯特克帝国发生冲突 他最终在1521年征服了阿斯特克首都 特诺奇提特兰 这也标志着西班牙对墨西哥的殖民的开始 科尔特斯的船队呢 是由11艘船组成的 其中包括一艘在当时算是大型船只的克拉克船 排水量呢 大约有几百吨 其他的呢 都是小型船只 排水量只有几十吨 另外 科尔特斯的探险队呢 是由500到600人 包括船员和远征队员 其中远征队员主要由步兵 骑兵 弓箭手 炮手 以及其他支持人员组成 从美洲发现 到建立第一个殖民地的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 想要建立真正的殖民地 还是要经过勘探探险这个过程的 而人们殖民火星呢 也一样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 虽然现代的技术 能够使我们对火星的了解大大增加 但是我还是觉得 在没有人类踏上火星的时候 就谈火星殖民 离现实还是远了一点 虽然我确信 人类最终一定会殖民火星 现在请大家看一下屏幕 屏幕上现在显示的呢 是NASA预计的一个 载人火星探测方案 在NASA的方案中 人们先用四枚阿瑞斯5火箭 发射货运飞船 经历350天的旅行到火星 货运飞船将携带各种自动化的探测设备 甚至探测卫星 对火星展开全面的探测 另外 这些自动化的设备 还会为未来 载人登陆火星进行选址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在26个月后 就会使用一枚阿瑞斯1火箭 发射一艘猎户座载人飞船 三枚阿瑞斯5火箭 发射三枚货运飞船 飞向火星 在这里面我要告诉大家 阿瑞斯也就是Iris 其实是希腊神话中的火神 而火星Mars 其实是罗马神话中的火星 也就是这两个都是火星的意思 在大约经过180天的飞行之后 第一批人类探险者将抵达火星 探险队员将乘坐猎户座号飞船 在火星表面登陆 在火星表面居住和勘测 大约500天之后 就到了火星返回地球的发射窗口 这时候探险队员将乘坐来时候的飞船 返回到地球轨道 在抵达到地球轨道之后 探险队员将乘坐猎户座飞船 返回地面 其实从运载能力上看 这种向火星上输送探险退员 展开火星载延探测的方式 所使用的运载火箭 是完全可以使用星舰的超级重型助推器来替代的 而且超级重型助推器 还具有比阿瑞斯1和阿瑞斯5火箭更强大的运载能力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 NASA的方案中唯一的优势就是飞船 因为NASA计划中的飞船 其实是一种核动力的宇宙飞船 但核动力的飞船 究竟能否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研制成功 这个恐怕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也就是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研制出核动力飞船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使用SpaceX的星舰飞往火星 是不是具有可能性呢 实际上SpaceX公司就已经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他们的星舰还有一种叫做星舰游船 可以将星舰的载人飞船或者货运飞船发射进地球轨道之后 再由星舰游船进行大量的推进剂补充 然后再飞向火星 这样的话 他们的燃料是基本能够满足要求的 甚至可以有一部分星舰游船 伴随着星舰货运飞船和星舰的载人飞船 直接飞往火星轨道 等待着返回的时候 为这些载人飞船提供燃料的补充 正是因为如此 星舰是完全可以实现早期人类的火星探险 和载人货运要求的 星舰的加入能够使人们更早地实现登陆火星的梦想 但是虽然星舰是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航天器 但是作为殖民火星 仍然让人感觉运载能力些许不足 实际上星舰飞船更适合作为近行星轨道 与行星表面之间的穿梭飞行工具 而不适合作为行星际飞行的飞船 星舰飞船其实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候的那些船一样 用来探险还凑合 但是用来殖民就太小了 那真正的星际旅行的飞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NASA所设想的核动力飞船 是符合未来行星际飞船的特征的 在不太遥远的未来 行星际的飞船差别就应该是现在屏幕上的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更远一点行星际飞船 就可能是现在屏幕上这个样子了 那它们共同的特点呢 都是整个飞船不会进入大气层内 或者说不会直接返回到行星的表面 而有使用穿梭飞船来往返于行星表面 而行星际飞船只翱翔于宇宙空间 这样的话能保证它受到的损耗是最小的 那真正的行星际旅行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可以以地球到火星为例 真正开始殖民火星的时候 地球到火星之间的交通就应该像我们现在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那样 比如从北京到广州 我们的方法一般是出家门打车或者坐地铁 到机场或者高铁站 坐飞机或者高铁到广州 再从广州的机场或者高铁站 打车或者坐地铁到目的地 在行星际的旅行中 穿梭飞船呢 就相当于我们乘坐的地铁或者出租车 而行星际飞船呢 就是我们乘坐的飞机或者高铁 这样才是一个最经济的方式 采用这样的方式 行星际飞船就可以不必到达行星的表面 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耗 我们就可以把行星际的飞船做得更大 让它具有更大的承载能力 把更多的注意力呢 也放在提高行星际飞船的飞行速度 运载能力等等这些方面 而行星际飞船本身可以依靠其强大的重复使用能力和运载能力 更好的担任类似地铁类的穿梭飞行任务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我这种想法 如果大家对行星际飞船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给我留言 那我会根据大家的建议 专门做一期节目 来把行星际飞船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后面的节目呢 可能会介绍一些 包括星际飞船的未来的一些用途 特别是星际飞船最紧要的一个用途 其实还是SpaceX公司自己内部要消化的 它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用途 恐怕就是要取代列英九号 来发射Starlink 2.0这类的卫星 因为现在的2.0的卫星已经越来越重了 那现在再使用列英九来发射Starlink 2.0的卫星呢 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